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们知道有些动物的性别不是与生俱来的 而是由温度决定的 今天我们来讲讲 温度是如何决定这些动物性别的 在热在第二代的海域内 生活着古老的绿海龟 然而近年来 这种历史悠久的生物 遭遇了生存危机 科学家发现 当环境温度低于28摄氏度时 孵化的幼崽为雄性 高于30.3度时 则几乎都是雌性 无疑 全球气候变暖 给它们的生殖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红耳龟同样面临着这样的困境 不仅仅是乌龟 像是鳄鱼 巨蜥等爬行动物 甚至还有一些争骨类的鱼 都存在温度决定性别的现象 它们后代的性别 取决于在温度敏感期 受精卵的孵化温度 那么 动物的性别 为什么会受到温度的影响呢 生物学家为此提出了许多假设 我们来介绍一个 受到学界广泛认可的理论 简单的说 这些动物之所以这样决定性别 是因为增加种群的适应能力 研究人员先后用西医做实验 分别尝试了雌性的性别 决定不受温度调节 雄性温度不受调节 等几种组合条件下 产生此代对于环境的适应度 结果表明 不同温度决定性别的策略 能够使得后代的适合度最大化 然而 宏观上的模型 还需要遗传机制的进一步解释 性别上的表观特征 需要合成不同的蛋白质 也就是基因的不同表达 那么 这个幕后的性别决定机制 又是什么呢 近期的一项研究 检测了乌龟卵的基因 他们发现 当温度变化时 最先出现差别的是一种 KDM6B基因 它会在低微时表现得很活跃 也就是孵化成雄性乌龟 而高温环境却基本不表达 当研究人员敲除掉这个基因后 乌龟在低温下也会孵化成雌性的 究其原因 这种基因的表达会激活 乌龟染色体上的DMRT1区域 这个染色体区域 是高丸发育的总开关 尽管目前的研究认为 上面提到的这种基因本身 并不能够感知到温度的变化 但是该研究接受了 龟类物种表观遗传机制 与温度依赖性别决定之间的因果关系 和直接遗传联系 并且科学家还在努力尝试 寻找其中更内在的联系 自信不久 我们就可以知道 温度影响动物性别的完整机制了 除了温度外 还有其他一些环境因素 会影响动物的生殖性别 甚至一些微生物 会决定其他一些动物的性别 就像我们前面提到 气候变暖会为许多爬行动物的生殖 带来灭临之灾 我们的许多人类活动 都会对动物造成影响 了解这些动物 也会让我们更好地保护它们